今天是第13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 那3000名来自中国各地的人大代表 在未来两周将会为中国制定2018年的政策还有方向 那其中最受关注的是 会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习思想写入宪法里头 同时也建议删去中国国家政府主席连续任职两届的规定 让习近平能够长期掌权下去 当然那这也引起国际社会还有中国民众的高度关注 一场经过精心准备展示中国团结和力量的大会 第13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里召开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其他政治局常委等领导都出席了人大开幕 而总理李克强也在会上发表了最后一份工作报告 他说今年中国经济中奖目标为6.5%左右 预算赤字率为6% 经过艰苦努力 我们顶住了经济下行压力 避免了硬着陆 保持了经济中高速增长 促进了结构优化 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断巩固和发展 除了注重经济发展 近年来中国也适度加大国防投入 今年中国国防预算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.1% 达1.11兆人民币 以弥补过去投入的不足 并强调 中国并不是要推倒重来搞颠覆替代 他们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相隔14年 本次全国人大再次启动修宪 草案建议对宪法做出21项修改 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将宪法第79条文 关于国家政府主席的任职 删去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条文 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的更加科学合理和完善 更加顺意明星 非常期待 因为新时期新征程 需要有新的宪法来保证 我们的各项政策的实施 所以说非常期待 两个礼拜的事情很多 包括要的宪法的要修改 对股价有效的一些的修改 我支持的